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长虹真所养殖县院长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天星期天快乐 而且快乐让你显得更健康更美丽更有自信 现在其实越来越间既农历年了 大家好像其实都越越欲试吗 就是觉得说有点兴奋 等着要回家过年了 等着活动以外 还有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领一些奖励金 领红包 然后有什么快乐的事情 活动 对 那讲到这个农历年节的气氛 院长通常会打算怎么样过这个农历年呢 我可能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说 我都有三大目标 以前我都跟我的小孩讲三个事情 你放假的时候要有三大目标 睡觉要如猪 念书要如老师 然后玩要玩得像什么 美少女战士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美少女战士 就是比较快乐的那个行吗 那我的过年或比较长假 我一定告诉自己 一定要去玩 然后玩的一定要指定 一二三 你把那个点都点好了以后 一二三四五 绝对把它执行 就是跳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走走吗 包括有庙宇 比如说除夕夜一定有庙宇 那大年初一就是第一个景点 那大年初一出门的还不多的时候 你已经第一个景点已经做好了 那这第二个景点 那第三个景点 然后等到大家开始玩的时候 我的前面就玩够了 然后大家开始出门去玩 那去门去玩的时候 我就开始转成研究东西 或者念书 或看资料 是 所以院长的时间安排 就会比较可能更轻松 更自在 因为刚好错开一些旅游人 这个是迫不得已的 这个是因为当了公司的负责人 或当了医疗单位的负责人 那这样的情形是相对是忙碌 那我想今年的很多 所谓的中小企业的负责人来讲 会是很大的压力 可能大企业 某些大企业来讲是没有问题 国际上的贸易 但是我听起来 某些大企业也是很大压力 我们以前觉得可能 不会受影响的很多 可能饭店业啊 餐饮业啊 其实都 都也是听起来压力不小 体质 因为他的公司的 这种服务业性质的公司再大 今年都有影响 服务业的 比如说你服务业的 旅游业 饭店业 观光业 这些都有影响 那我们也是受影响 主要的原因是不在意 因为我们本来是在打国际的 主轴在国际上的这个市场 然后争取所谓的外国客人到台湾来 那我们摆明 我们的医疗水准可能赢 赢任何国家 比如说赢韩国 赢日本 那这样的情形去发展配合 经济部国贸局的动作 当时我们也派出很多的这个 譬如说团体 包括到重庆 到上海 到北京 到柬埔寨 到新加 到那个美国 各地去参加所谓的活动或参长 或者说明会 甚至到所谓的富尔哈特 那些都去 那问题就出来说 疫情真的打趴了 一票的那么强势的那些 旅游业的 观光业 饭店业的 服务业的 哇 一下子打趴 那后来现在的疫情 再度打趴的那些所谓的 所谓的八大行业 那你讲这八大行业 其实是他们对政府的 对国家的经济贡献是22% 日本统计是22% 所谓的八大 他们的服装业很多人都要靠他们 要买漂亮衣服的人 就是要靠这些唱歌 明星演员活动的 那明星演员不叫八大 但造势 对那些整个的化妆品 保养品 这个无形中的牵连非常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到说 这个某些行业的 其实我们没有疫情之前 我们都不太意识到说 原来整个社会上 各个产业是环环相扣 甚至大家的经济交流 是这么的重要 这个是重新让大家体会出 经营的是得之不易 像你怎么想说台中的 那个很出名的那种 所谓的酒店的 竟然是改变成唱歌的地方 你变成说消费的地方 完全改变 可是他所养的那个员工 是上千人的 那这些人的生活怎么办 没有收入 所以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所以今年很多的那个业主 应该说是 人家说度日如年 那真的是度日如年 是但虽然就是大家 就是过得有辛苦 但是其实也蛮多 大家都在做一些调试调整 所以还是要带着一个 转换的心情 然后我们先度过一个 开心的过年 然后让自己准备好一些 不一样的气氛 解决这种solution 就是说你要找出一个 所谓的战略策略 一个改革的方案 solution 然后来一些方案 来突破一些瓶颈 是 那讲到院长刚刚提到说 过年前你可能会 先想好一些景点去安排 然后呢 或者是一些 可能不管是庙宇 或者是一些放松的地方 那院长有没有一些 什么建议 这样因为我们即将过年了 那有没有什么想法 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首先先要准备 上洗手间的地方了 怎么会是这一点呢 大家都想说 我要去哪个景点打卡 我要穿什么衣服 院长怎么讲到 这是洗手间 因为我讲的是不一样嘛 对吧 这个听起来是50路线 跟我们想的都 有点不一样 因为你标准的配备那些 你可能要穿漂亮衣服啦 口袋背钱啦 遇到哪个亲戚朋友 该花红包 该领红包 该怎么样 怎么跟长辈打招 怎么跟晚辈 say hello 这些都可能嘛 但是你想啊 你去玩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交通洞线 你一定要涵盖 上洗手间怎么吃饭 对嘛 万里堵车要怎么办 这些人要想好啊 那第二个是 最好车上要背水 背水 因为你可能临时 就是说要找水不好找 是 所以就是会有 那我们可能分开来说 就比如说对于搭车族 跟那个开车族好了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开车出游嘛 有没有分别不同的一些建议 共同点就是手机要充电 手机要充电 现在很多人没有手机 真的不行 会要命的小话 手机 而且手机要提供服务的话 一下子 一下子陷入空乘机嘛 假设说 你现在到新加坡 比如你过年时候 你之前啦 假设你说你到新加坡 你会说他们也在过年啊 那新加坡他们也四个 四个不同的节庆 让你去过啊 那你去的时候 你会很快乐 想说很多华人去 很高兴 问题是他们正好是过年 所以你要找餐厅 很麻烦 旅游的行程里面 饭店的大部分都休息了 所以每个人都要背好 就是说 你这次可能手机要背好 吃东西要背好到哪里 能够预定的 尽量能够预定 要不然他也是缺人手啊 是 甚至现在应该有蛮多 那个年节的年菜预定 应该都已经额满了吧 就是可能大家也想说 那我来不及去外面吃 订餐厅的 我好歹订一点回家 享用也不错 对 那这个就是说 好好的就是说 过年的时候 好好的利用这时间 该 比如说 假设你 你订了刚讲的年菜啊 什么 能够在绝夜之中 也可以辅助 一些饭店店能够存活 万一他们有的东西 因为那员工也都面临到 大家领的钱都少嘛 然后因为疫情关系嘛 所以能够说 有的方便的人呢 尽量能够消费 财大气派 你在这样想 财大气派 千万不要财大气出 财大气派 那多消费一点 那种感觉就好好好 是怎么样 准备好过节的气氛 过节的消费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我们继续请杨志贤院长 跟大家分享 即将要过农历年了 大家要怎么准备好 这个过节的气氛跟心情呢 是的 那么在大家可能在过节的时候呢 会有百忙之中 你会有很多的参往行程 那其中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是父母 一定是父母 没得选择 没得商量 没得后退 我有一种心情 给大家参考 任何人长大以后 能够团聚的时候 一定是父母在 否则兄弟姐妹 大家都会是没办法 很好的聚会 父母在的话 那父母亲可以弱弱的 可以年龄大大的 可以看起来销售 可以看起来生病 那些都没有关系 父母在 你就觉得自己不是老大 这个时候很好 自己不是老大 父母是老大 那种感觉 你自己还是小孩子 就两个字叫年轻 比如说我刚刚讲到 74岁一到95岁 74岁一到95岁 爸爸妈妈95 妈妈95 你74 你好歹你还是小子 那种感觉 你还是一个可以 开开玩笑的父母亲 那就很好 第二个是 红包要亮丽而为 因为有时候很难 因为现在的 你给红包的时候 就要亮丽而为 但是如果方便了 当然是说 有一些是属于 政策性的辅助 比如说你要提供人家 教学学会 你就多给一点 因为有时候困难点 你不知道他们哪里 但亲戚朋友的某些人 他需要你活力资源 红包就多给一点 那红包不一定要 把红包纸拿出来 记得红包的钱 对红包纸好极力 但是很多人觉得 其实里面的内容物 也是真的很重要 这个有需要 我记得我小朋友 那个很小的时候 记得是两岁四岁的时候 我记得要给他们那个 那个红包 那可能一个都一千二 一千二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 我说爸爸找不到红包带 其中一个小朋友就说 没有关系 我只要不用红包带 不用红包带 这个是要给钱的 比较好 那个是润法用的 所以红包的亮丽而为 那最好是能够给红包 而且有时候要辅助性的 比如说你可能 有的亲友 他们念书 什么需要辅助 那就给他财大气派 像就是过年刚好 这也是一个我们 蛮传统上会重视说 讨个吉祥 讨个吉利 甚至团圆的一个氛围吗 对 还有一个是你到餐厅 到哪边吃饭 有零钱的话 大家不用找 然后再来是要给小费 要给小费 因为有时候他们那个服务员 那个钱真的很少 因为餐厅饭店 大家也都是都很辛苦 其实而且我们可能 当我们正在吃团圆饭的时候 那这些服务的一些人员 其实他们就是放下他们 吃团圆饭的时间点 来帮大家就是服务这样 对 那个是不错 但是最主要是说 你可能多出来的服务 他的服务精神好 那我们钱就多给一点 然后有时候假设 我们很多救济的 很多慈善单位的钱 你就顺便把它放进去 然后他上面如果写什么 他上面写说 只要现金不要花票的 你不要理他 你有花票给他丢进去 其实我一个习惯 你愿意给100块 你也不愿意给一张花票 因为那张花票可能为你 人家照护者要给你 给你机会 结果你给人家花票 那当然你花票给他更好 所以你说 上面只收现金不拿花票 不 你花票都给他 这个就帮助他 对 棘手之劳 对 那是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过年的时候 就是说 要想办法把平时做不到的地方 我们来做 包括你可能是去哪里玩一趟 然后包括你想要多睡觉 那我的话是 以前都累积看很多书 一次大概买个二三四本的书 在那个两三天里面把它看完 那现在大概不用这样了 现在因为电脑太方便了 或者说看书 有啦 那有一些书 该看的你就好好的去看它 买一些书来看是可行的 那至于说你要作息里面 刚才提到父母亲在 你一定要父母亲为第一主族 然后呢 亲友到底一般来讲 你可以选择性的那个亲友 要开始执着于你 跟你有比较相关的亲友 有意义的亲友 很多的亲友 包括同学会 有的同学那么多 只有熟个两个人 那你何必做 通通通学会 是所以其实变成是 我们会选择把自己的时间 或者是一些想法会 就是或者是一些观点 都用在最适合 或者你最想相处的人身上 对 那请讲一下院长 像比如说我们过年 难免会出游 跟比如说像家人聚会 跟重要的朋友聚会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准备好一个 比如说无论是心情 或者是一个氛围呢 怎么样带动这个大环境 会感觉到 很舒服或很开心 心情的话 我觉得是第一个是不谈政治 因为很多朋友谈到政治的时候 脸都面红耳赤 然后你谈也没有帮忙 等到要谈的话 就是选举的时候再谈 那平时不谈少谈政治 那么要多谈安全 多谈经济 多谈经济 然后多谈快乐的事情 因为我们平时最快乐的事情 要么是唱歌 那现在大家唱歌没有机会 现在要改成听歌 听好听的歌 然后再来就是说 跟朋友相处的时候 就是不要喝太多的什么酒 因为你可能喝酒的话 你开车会有问题 那如果朋友要讲的明白 你要害你最快的方法 就请你喝酒 这个要记起来 因为喝酒让你制造一个意外 一个状况 那个比例太高了 那不怀好意 好的朋友会劝诅你 不要喝酒 以前有一个案例 我曾经有讨论过讲过 有一个民众他外伤 然后来给我们治疗以后 然后他大量的做 把他修复 做好 然后我给他一个结论说 你怎么这样 他说他应该喝酒 我说你没有朋友 他说我明明跟一堆朋友 在一起吃饭 我说你这朋友 有人跟你设计了 我说你真的没有朋友 他想起来有道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人长得很漂亮 他的朋友每个人 都跟他有距离感 然后他要从林口 还是从哪边离开的时候 人家就请他多喝酒 喝酒了以后 他就撞伤 撞到他脸 很惨 淺淺淺淺淺淺 我说那一天 你周边没有半个朋友 如果你有朋友的话 一定会挡你 他听了说院长有道理 我说那当然是有道理 如果有朋友一定挡你的 而且甚至会跟你吵翻脸 不准你喝酒 所以这个情形 你要分辨什么是真的假的 你要拿钱出来 要请你喝酒 那简单 那不带有朋友 呼风范雨 那不是那种方式 要以所谓的真正的友善的 所以这是真正 比如说真正关心你的朋友 或家人 会提醒你一些 可能对你比较好的方式 或比较好的生活习惯 对 有职 有量 有多文 那要同乐 那简单 问题是说 我们不需要靠同乐 同乐是重要 但是要其他的这种 谅解 互相互动 有值 有量 有多文 是 所以也是透过这样 跟重要的朋友交心互动 然后来提升自己生活上的一些感受 跟质感 对啊 对啊 没有错 那像农历年到 大家都会想说 我们要就是讨个吉祥嘛 对 讨个吉利互相拜年 那现在拜年方式有很多嘛 无论是事训 还是要拜年啦 那拜年不是到家里啦 就是说你用赖啦 有礼貌的 比如跟你兄弟姐妹啦 爸爸妈妈啦 一开始就赶快拜年 不要等 不要等到大年出 三出四出 那也可以 某个人的每些的情形各自不一样 也会怕吵人 那有时候熟人就不用怕吵 真的是熟人不用怕吵 但是熟人也是大家要彼此交流 跟继续互动的 是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 是长虹真所杨志仙院长 是的大家好 院长我们聊到这个过年会拜年嘛 那大家可能会彼此打到照面 去想说 这个人最近过得怎么样 那要怎么样 让自己看起来有气色好 或者是 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 家人气色不好 怎么办呢 好领事 看起来要健康 对 看起来要健康 那我们一般所谓的 其实陆续也可以说 最近也都一样 就是经常提到 第一个就是赤的问题 赤的问题 我想赤的问题都是很多的专家 不管是外科 内科 皮肤科 家庭医学科 任何医生 或者是民众本身 都对于这个字 在台湾来讲 普遍都很重视 哪些字是爱吃字 哪些字是好字 美人字 顺你的字 黄历上怎么说 这有道理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统计 是说 字要拿掉点字的基本的 有80%的人是为了 所谓的黄历上怎么说 15%左右是涵盖美观好看 那剩下5%是医学 是医学 那黄历上怎么说 这个要听黄历的话 因为他这个统计学上 有一点道理 眼睛下面的字叫爱哭字 一定有理由 那鼻子上面的字 就是觉得是 破那个财库 一定有理由 鼻孔下面的字 那个也是不好看 所以黄历上怎么说的 这个字有道理 那他的原理其实是这样 黄历上说的统计学是这样 你的优点被这个字 给你引导到 全部都人家都讲 你长个字的 你就是负面的 不知道明星演员 要长一颗字 你不会讲说他怎样 要讲长一颗字的谁 鼻子上长一颗字 鼻子上有一颗字的谁 那个印象都是 都记得你的 小小的缺点盲点 所以这个字 大部分黄历上 什么说不好 你就把它当得不好 那第二个美观好看的部分 就是说 鼻孔下面的字 把它拿掉 要鼻死 但是问题是说 鼻孔下面的字 有90% 你都不想拿掉 为什么呢 这是说他的那种个性上 都会觉得 为什么要拿掉 所以这是院长的经验上 会有一些民众分享说 他知道有字 但他不想拿 他不想拿 因为阿嬷说 妈妈说 不可以拿 做记号 那这种比例太高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转一个弯 这个字一定要拿掉 因为鼻死就是鼻死 你的整个人的气氛在好 有一颗鼻死在那边 就怪怪的拿掉就好了 拿掉当然你比如说怕瘤疤 不会了疤痕的问题好解决 这种稀稀的字 拿掉的字 不要用药水点字 不要用药水点字 第三个医学上的哪些字 一定要拿 这有一点盲点 有一点盲点 因为医生的描述里面 比较很多医生 我大概摸字的比例 我曾经开过对医生教学 怎么点字 听起来很特别 点字还要教医生怎么点字 因为我发现教科师没有写对 教科师没有写对 教科师没有写对的理由 很简单 他说0.5公分的字 以上要开刀 这就答案是错的 0.6 0.7也不一定要开刀 你直接把它夹一夹 把它电烧 把它雷射雷一雷这样就好了 安全点字就好了 第二个 0.5公分以上才会变矮 那也不对 你有的字 他要想变矮的时候 他可能0.2 0.3 就是已经是矮了 用眼睛看一下就知道 某一个情形 这个就是矮的可能 悟悟的长一个脚 然后伸长的 有点像哨兵式的排列 像帆船一台一台排在一起 哨兵式或帆船式的 那个就特别小心 所以有一些字 有压迫的字 在所谓的腰带脚底 或者是颈部 就经常压迫的字 那再来第二个情形是 刚刚讲有形了 长出来的 一个弧形的那字要拿掉 然后再压迫的字 第三个摩擦的字 就是说你刮屋子 经常去摩擦摩擦 然后出血 摩擦出血 那更辛苦了 为什么 每天刺激刺激 它那个字是活的细胞 会变活化 活化就有变矮的可能 那种字一定要拿掉 所以像质的部分 会是院长觉得说 怎么样整个人 看起来好气色 或者是怎么样形象好的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所以质的问题 就先把它解决掉质 那问题就开始来了 我们的违章建筑 跟色素有关的 其中有一个 有种质都不用拿的 居然还有不用拿的质吗 绝对不用拿的 基本上你看到红色 像玫瑰的那个颜色 很漂亮 那叫血管 那是血管不是质 那血管质也可以 你要称为质也可以 那是血管也可以 但不要称为血管瘤 那种看起来就漂亮 小小颗的 看起来很漂亮 那个是血管 那个不会破皮 不会流血 流不止 不会啦 那个没有问题 那种看起来很舒服 好 那再来就是脚底有长质 一定要拿掉 脚底有长质 因为你穿鞋子摩擦 那一定要拿掉 一定要弄掉 那至于有一些斑 跟字怎么分别 字通常色素是很集中 斑比较会 那种小孩扁平的 字比较会凸 那斑的异常的情形 就是比较有反映出来 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 有的很多群骨斑 比较厉害的人 就要注意 就是说要看一下 看一下胸乳房 还有看一下 那个子宫颈的这个检查 看医生 一定要看医生 斑太多人 一定要看医生 是因为像我们 如果过年去拜年 都会希望自己带来 这个好的氛围吗 大家都喜欢看到 你的气色好 大家也会 你关心你的人 就会觉得你气色好 我很替你开心 如果你气色不好 我就会递你担忧 那所以像斑 好像就会是一个 很明显影响到 人的气色 或者是健康指数的一个 凸显的一个 外在的可以观察部分 尤其女生 受内分泌的影响 这个斑反映出来更厉害 某个荷尔蒙的阶段 都会有斑的各种的反应 从雀斑到颧骨斑 是 那可是像男生也会有 有时候男生 我们不会觉得 他是可能内分泌 有问题 但就会觉得 男生脸上长了一些斑 也好像不是很好 是的 那如果说男生的话 男生长斑的话 一定是特别难治疗 它涉及到的就是 血液比较缺氧 局部血液比较缺氧 那通常那动用的镭射 会比较做联合疗化 联合疗化 那至于说男生的几率 大概只有女生的 大概五十分之一吧 五十分之一 这个比例上是差很多的 反过来有一种 有一种违章建筑是 女生是摇摇领先的 就汉管流 长在眼下的汉管流 女生不会长 男生不会长 女生就是会长 那为什么会有 这样男女性的差异呢 那个是可能 是女孩子是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故意为难你 竟然是故意为难女生吗 也太惨了吧 故意为难你 不要让你显得太骄傲 或太美丽 所以汉管流 那男生的话就秃头吧 对 怎么避开为难呢 休息一下啰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刚刚杨院长提到 女生脸上常常会出现 跟男生不一样 被天生为难的部分 对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为什么这汉管流 女生特别会长 那个这个是有一点 就是我是一直在观察 就是女性才会长 男性不会长 这不公平啊 那这是说怕你太漂亮 故意让你不要那么骄傲 那事实上有的 医学上没办法 侦测出是女性和我们的关系 没办法侦测 只知道这一种 所谓的汉管流或树立种 女士比较会长 皮膚细细的比较会长 这个有年龄上的区分吗 15岁开始 15岁慢慢呈现眼下一点一点 那拿掉就好了 用耳雷射去拿就好了 但是眼睛一定要保护好 眼睛一定要保护好 至于刚刚讲的斑里面 有一种老人斑 我现在大概每天在治疗里面 很多的那种斑 都是老人斑的前期 比如说可能四五十岁 你就呈现老人斑的样子 凸一小块斑块 微微的咖啡色 就老人斑的感觉 但是在那种一点点的时候 可能就微凸淡淡的咖啡色 那这时候就用雷射或电梢 把它垫一垫 直接拿掉这样就好 所以这种的老人斑比较简单 还有一种是雀斑 天生很多皮肤白里透 咖啡的就所谓的雀斑 西方人就是雀斑特别多 所以西方人远看是白的 近看确实是咖啡色的多 那用雷射雷掉就好了 是 那请教一下院长 那院长都提到说 以雷射的方式去把它斑 或者是这个颜色去处理掉 那它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做治疗 或者是我们如果想要美美的出门 我们要排多长的时间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赶得上过年呢 我现在比较习惯你 就是说真正的老人斑或秃的斑 那只好用所谓的强力的把它抓掉 那一般大概百分之九十的几率 我们通常是做联合疗法 联合疗法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有所谓的浅的血管的增生 血管的增生 久着要比红鼻头皮肤敏感 然后皮肤薄薄的 或者是酸斑 咖啡色的暗沉 或者是黑皮症 整片黑的 那种没有特定的黑的点 包括没有特定的红的这些 或者特定的红的 我们就做联合疗法 那这个地方的联合疗法比较特别 我现在把它定调有四种联合 就是说各自每个病情 比如说血白联合 痘痘联合 黑斑美白的联合 或敏感退红的联合 光第一个跟第二个就差很多 痘痘联合是给年轻人来表现的 因为年轻人的皮肤可能白里透 很多痘痘 然后呢 血白联合就可能你的皮肤很好的 是白里透很多的斑 这两个人的夫子是不一样的 但是现在很奇怪 现在的人口罩戴下去 你会冒痘痘 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需要口罩戴的这么长期 好像有时候皮肤完全没有办法适应 对 所以现在的话 那个痘痘 是不是给那个年轻人做的 是给那种所谓的毛狼眼 口罩戴的多戴的好的人 闷出了皮肤 闷出了很多血管 闷出很多痘痘 先闷出很多痘痘 然后再闷出很多的血管 皮肤毛孔阻塞 形成粉刺 粉刺花眼长痘痘 粉刺花眼 粉刺嘛 那黑头粉刺 白头粉刺 花眼长痘痘 痘痘化膿 变痘疤 所以口罩戴下去 你可能就形成 所谓的痘痘 造成化膿 或毛狼眼造成化膿 变疤痕 所以血白联合的 一样就涵盖 痘痘联合是 同一个系列 然后你说同一个系列 你又有皮肤想要美白问题 那你的美白有三种 一般的黑 想要变白 叫美白 一个是白 想要更白 那第三个是 红 想要变白 黑 变白 白 更白 红 想要变白 叫自然肤色 所以又跟 所谓的血白的观念 又不谋合 那正好这个镭射 它有一点点的相 等于说类似的雷射 比如说光一个退红 像这个时刻里面 我的脸部 有做了所谓的 退红的实验 脸部做退红的实验 那我当时有一次 有一天 我用五种仪器 在我脸上做了实验 就是鼻部 风血管 脚招笔 脸颊 用另外一个雷射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甲太炎雷射 里拉雷射 然后再来下巴 染掉雷射 然后再来 额头用另外一个雷射 那用另外这个雷射的时候 用五种去把它观察 去观察 很巧 前一天 电视工打电话来说 要访问你 那第二天 我必须要盖 遮瑕 那用五种仪器 去把它测试 那现在没有想到 就是说 你可能皮肤敏感的 你有痘痘的 患红 退红 或皮肤想要变比较白 竟然这雷射 是不是变联合英勇 剂量不同而已 所以其实 变成是我们一个人的脸上 会有不同的情况发生 不是单一一个颜色 或者是单一一个 我们想象到的项目 对 你可能都是小细节 然后累积起来 皮肤就变成 伪脏见组就很多 甚至你的汗管瘤 树立肿 还有一个是席肉质 还有扁平油 还有很多的那个坠肉 像有的人来一个 颈部的那个坠油 颈部的坠油 一颗一颗的 那个比例很高 尤其皮肤越细的人 你再稍微看清楚 靠近看一下 那个小点很多 眼睛稍微视力好一点 我看怎么那么多 那因为像雷射 是大家已经很习惯 听到的一个治疗方法 那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习惯是问题 是武器不容易配备 我们要维持这些武器 也都是要稍微把它 把它联合了 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 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我们继续请教 杨志贤院长 是的 关于过年带着好气色 好脸色 去拜访你重要的人 还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呢 一个皱纹要少 皱纹如果太多 显得老态 那如果说你要看起来精神好 皱纹少 肤色好 所以要化妆 我还以为院长要讲什么 竟然是先说化妆 可是很多男生不化妆 男女都一样 其实皱纹少 先有最基本的 因为你化妆皱很多的人 那照样皱纹太多 是 可是像因为我们就会讲到说 去面对 比如说过年期间 要去拜访重要的人 父母 不能顶着一副一脸菜色 或者是一脸这种 憔悴的感觉 那除了化妆以外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小撇步 事先就是说 安排减少皱纹的方法 就用皱纹感菌嘛 或者说凹的地方给凝胶 水凝胶 胶原蛋白 玻尿酸 按照它的位置去做调整 那这些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修复器 那一定要注意所谓的安全 利用安全装置 再配合固定器去定位 去处理 那这样的话 是比较稳定 那第三个情形就是说 皮肤做一点保养 刚提到镭射的这种保养 目前大部分都选定的是 所谓的无修复器 无修复器的状态 就是你治疗 可能一下子就皮肤 相对变比较白 比较亮 甚至直接改善一些 所谓的敏感退红 血管的问题 目前镭射 它通常配备加油冷冻 那镭射加冷冻的话 有一个好处是先冷冻先行 再加镭射 冷冻是冷的 镭射是热的 这样先冷热 冷热就不会痛 所以听起来镭射 如果是以保养的方向进行的话 其实整个人的脸是可能有机会变亮 或比较出色的吗 对 这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皮肤会比较亮 那再来就是说 电波拉皮也是受欢迎的 虽然我个人来讲 不是很肯定电波拉皮的效果 但是对保养两个字也算方便 如果说你的目标是要除皱 要年轻的话 我们不妨可以动用到所谓的手术 那现在的手术也比较进步 你尽量就是说 坐在我们的法际边缘 比如说化石拉皮 开在额头的地方 或者开在我们的耳朵前面来拉 那开在所谓的额头地方 是要消除抬头纹 减少眉间纹 减少余月纹 眼下细纹 向上提升直接挑战地心领域 脸型会拉长 那如果说你开在耳朵前面的 法际边缘的话 甚至法际的里面的话 就是把颧骨减少 把华力纹减少 那这是比较积极性的这个作法 第四个情形就是说 你可以考虑脸型的塑形 刚刚讲的肉毒杆菌 很容易把作文去掉 用胶原蛋白玻尿酸 或凝胶水凝胶 很容易来改善凹陷的地方 然后再来开刀的部分 可以绝对的强而有力的 去稳定的调整你的期望 比如你想要年轻个20岁 你就可以选定开刀的 那如果你想说年轻要能够耐久的 不想老的 那你就用凝胶水凝胶去 打法令纹或末尔纹 那你想说看起来眼睛要水水的 漂亮的 那你就打玻尿酸 胶原蛋白打在类构的地方 这都是随时都可以看到 但共同点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不要打到血管 那至于说下巴地方延长 这看起来脸型会比较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不是开刀 不是做所谓的人工下巴 因为人工下巴通常有的医生技术好 那没话讲 否则大部分人工下巴做出来的话 都是硬硬的假假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凝胶 沈凝胶来做 那很切记的是下面两条 木耳纹跑出来 因为木耳纹跑出来以后 这个人就很老气 那有人说我可以笑 就不会有木耳纹 没有啦 你只要不笑的话 木耳纹掉下来嘴角往下垂 那种感觉就不好 对 讲到这个嘴角就想到 尤其是过年期间 大家都希望可能相处的气氛愉快嘛 那如果你就是常常一不笑的时候 嘴角就下垂 感觉好像就搭不上吉祥 或者是这开运这种 比较好的氛围了 对对 那你不想有这个木耳纹的话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确定就是说 你连不笑的时候 都不会有木耳纹的感觉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打造的感觉 这样会不会觉得好像假假的呢 不会 这个的甲是甲上的甲 这个甲甲的甲上甲 那只是说像我在打有一个特点 我都喜欢用所谓的固定器去定位 打那个角度把它定位以后 要水比较不会乱跑 那这样的话它的稳定度高 效果比较明显 嘴角很切记下垂 来到过年的时候 因为嘴角垂好像是 看起来好像有点 今年好像运势不会开 好像今天很空一空一样 当然讲到随便随便 切记的是眉毛垂嘛 然后你就嘴角垂嘛 那不要垂 我们给它挑战地心拟力 向上就好了 那这些在现在来讲 台湾在这一块治疗 一定是赢韩国 我指定赢韩国 因为不是我看不起 韩国的这个水准 说韩国他们的专产 跟台湾的专产不一样 因为我们经常在国际上 被考验的就是说 一个外国客人来问你说 我到底要去韩国开刀呢 还是到台湾来作为整形 我说那当然台湾开刀 很多大医院做得很好 长庚台大 可能马歇国泰 振兴医院 这些很优势的这个医院 新光医院那做得很好 但问题是 如何用为最小的时间 最有效的 或满力度高的 在微微之中 在不知不觉中 找出一个最美丽 清秀的自己 然后拉回从前 找回尊严 不知不觉中 找回最美丽的自己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边 谢谢长虹诊所 养殖仙院院长 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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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healing sound I like radio